今天創辦人張舟謀下午兩點來到司法院來演講 不過目前傳出他的太太張淑芬跟林秉書是有認識的 到底張舟謀怎麼看?讓我們看一下稍早訪問 太太認識林秉書這個人嗎? 太太好像是跟他跑著來見我太太一面 林秉書有討論過股票的問題嗎? 我不知道,見他一面 涉嫌對立委高架於施暴 外傳林秉書落網之前企圖用各種人脈想要事件不要曝光 更傳出他與台積電創辦人張舟謀的太太張淑芬很熟 而當時張淑芬開畫展林秉書也要求來拍合照 一次想要裝熟但到底認不認識就算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稍早張舟謀表示說對方曾經來找過他太太一次 而目前高架於的前男友小馬是說 凡是立委的親密交往對象所有的金流都會被監控 那意味著林秉書的金流也可能是被監控的 而對此檢放是否還會持續追查 我們將持續為你掌握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